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又到 Rail Shooter 出場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東鐵線在上星期日馬場站重開的運作情況 疫情放緩,馬場自1月關閉以來 重新開放給公眾入場 相信一眾馬迷見到馬場重新開放 都真的很興奮 如果你都想入場的話 記得提早預約和遵守相關的防疫措施 因應馬場開放給公眾入場 東鐵線馬場站亦因而開放 首先講述一下經馬場班次安排 北行經馬場班次同過往類近 大部份北行列車都以大步驅為終點站 最早在上午10點35分在金鐘站開出 大約15分鐘一班 即是每三班往上水列車 就有一班大步驅經馬場列車 至於南行最早大約11點於上水站開出 同樣隔三班就有一班經馬場列車 不過今次開放馬場站 已經是沒有12卡車的賽馬日了 所以在馬場站旁邊的河東流車廠 都是清一色的 除了一列九別重逢的KTT 九廣通列車 當日停泊在馬場站附近 機頭和車身都頗為乾淨 至於散場車的安排 有兩班列車都以上水為終點站 這兩班都是北行最後兩班經馬場列車 一班大約在5時30分由河東流車廠出發 駛往沙田站1號月台 популяр站中傅 南行領執 北京路線 新宿 南行 南行 灣 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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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南行 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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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了 南行 大約半小時後就駛去馬場站 1 號月台起載 前往上水站 而這個安排之前都未出現過 另一班在 5 時45 分在金鐘站開出 在下午 6 時半後 南行往金鐘方向列車都是以沙田站為終點站的列車 然後不載客駛往馬場站 2 號月台起載 可能你會有一個疑問 為何不可以直接以馬場為終點站呢? 過往其實都有乘客坐錯車 原本去火炭或以北的車站 但就乘坐了往馬場的列車 所以要等超過15分鐘才可以回到沙田轉車 這個就是星期日跑馬日的列車安排 不過最近加入東鐵線到暫時的 Next Train App 就沒有顯示經馬場的班次 對於馬迷來說會不會有些不便呢? 希望之後公司會在這方面有所收拒 逐個在馬迷在這個星期日的菜馬日 好運菜園滾滾來 這條影片很快就到這裏了 在這裏和大家說拜拜 記得按一按訂閱 下一條影片很快會給大家的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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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